WPL股价受到天然气和石油价格标升的影响 四周上涨25%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GoMarkets独家解读 近期 WPL的股价在近几周开始强劲反弹 股价没有阻力地直接涨超维加斯通道 在顾比均线的短线上也是走势强劲 最主要原因是由于油价上涨 部分由于墨西哥湾去风 爱达造成功能中断 油价触及多年高倍 随着需求回升 供应缩紧了 而液态天然气的价格也在飞速反弹 全球能源转型和现在北半球冬季 是天然气使用的高峰期 对于用电和取暖的需求 是影响天然气价格的积极性因素之一 导致多国买家恐慌性购入 推高了液化天然气价格 同时 矿业巨头必合必拓 与油气勘探公司Woodside 签订关于石油业务合并的协议 WPL将发行新股分配给BHP股东 合并后产量约为全球第十 此次合作受到投资者的关注 但是 过快的增长可能会导致一系列问题 全球能源危机从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 并且澳洲天然气的供应量 还是相对太小 在能源市场没有太大的化影权 分国家来看 美国和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气生产国 作为投资者 大家需要考虑天然气危机之后 WPL是否能有更大的商业教育空间 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大家如果想要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 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 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 03-8658-0602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 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